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领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龙虎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磅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 再次质疑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作为2024年候选人的合法性 尽管特朗普的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 但民调显示,哈里斯在一些关键战场中的支本 持率正在上升,甚至在亚利桑那州领先特朗普约5个百分点 特朗普还批评了哈里斯的经济计划,称其为危险的共产主义政策 其次,特朗普在宾州集会上错误地将两位奥运金牌女拳手成为男性 这两位拳手分别是阿尔及利亚的伊曼·凯利夫和台湾的李玉婷 尽管他们通过了国际拳击协会的资格测试,但仍被取消了女子比赛资格 特朗普的言论再次引发了LGBTQ群体的强烈反对 认为他的言辞对跨性别者极具伤害性 最后,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的集会上不仅批评了民主党 还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进行了人身攻击 甚至宣称自己比哈里斯更有吸引力 他还表示,如果哈里斯当选,美国经济将会崩溃 并指责他反对水利压裂法 宾夕法尼亚州作为关键战场州 吸引了两位总统候选人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广告和宣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US 在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的一场集会上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多次抨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民主党 试图削弱他作为候选人的合法性 并强调他曾经的对手 他声称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是被操纵的 Rumor 因为拜登没有在候选名单上 特朗普还批评媒体偏袒总统 并对哈里斯的经济计划提出质疑 称其为非常危险和共产主义 哈里斯的计划包括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首付援助 以及为家庭提供每个孩子6000美元的生活补助 虽然计划细节不多 但他表示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特朗普则承诺通过关税和行政命令降低物价 但强调要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 Associated Press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竞选集会上 特朗普再次抨击两名奥运会金牌得主 错误地将这两名女拳击手称为男性 特朗普在讲话中表示要男人远离女子运动 并提到了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以及两个运动员的性别争议 阿尔及利亚的伊曼·凯利夫和台湾的李玉婷 因为通过国际拳击协会的资格测试而被禁止参加世界锦标赛 导致性别误解 特朗普没有提到运动员的名字 但称他们是转变性别的 并称其参赛是对女性的侮辱 尽管这两名运动员从小就是女性 他们却因性别测试而陷入西方关于性别、性和体育的争论中 The Globe and Mail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集会上 特朗普试图传递以经济为中心的竞选信息 但他多次偏离话题 转而进行个人攻击 包括两次宣称自己比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更好看 特朗普在攻击民主党人导致的通货膨胀时 问支持者是否介意他离开提子气片刻 他还模仿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口音 批评哈里斯的笑 深合语言表达能力 并指责他的经济计划向共产主义国家的措施 特朗普预测如果哈里斯当选 国家和宾夕法尼亚州将会陷入经济崩溃 特别是由于他过去对水利压列法的反对 尽管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试图软化他对水利压列法的立场 称他不会禁止这种技术 但特朗普仍然利用这一点来攻击他 Yahoo US 报道 今年夏天 美国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波新冠病毒感染激增 打乱了旅行计划 并带来了发烧 咳嗽和普遍的不适感 这波疫情没有立即放缓的迹象 尽管大部分国家和联邦政府 已经将大流行视为过去 但病毒仍在变异 新的变种不断出现 尽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不再追踪个别感染数量 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夏季疫情 废水数据表明 西部地区的病毒活动最为活跃 但几乎每个州的废水中 都检测到高或非常高的新冠病毒水平 虽然疫苗和抗病毒药物 能减轻病毒的最严重影响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及时接种疫苗 专家担心测试减少和低疫苗接种率 可能会让更危险的变种更容易传播 The Independent 报道 这辆车并感谢埃隆马斯克创造了这款车辆 他在Telegram上写道 我们收到了尊敬的 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Cybertruck 我很高兴测试这项新技术 并亲眼见证了他为何被称为塞博野兽 卡德罗夫还称马斯克为现代最强大的天才 并邀请他访问车辰 值得注意的是 马斯克的Starlink微星互联网系统 自2022年以来 一直被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使用 尽管马斯克曾表示 不希望他的系统用于战争 Telegraph 报道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将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面对十万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的抗议 芝加哥警方表示 他们正在为最坏的可能性做准备 警告活动可能会陷入混乱 抗议者誓言要填满街道 反对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 尽管哈里斯面临抗议的头痛问题 但新民调显示 他在几个摇摆州领先于唐纳德·特朗普 这给他带来了庆祝的理由 民主党策略师认为 自乔·拜登退出总统竞选以来 哈里斯在阳光地带摇摆州的表现有所改善 这些州包括乔治亚州 北卡罗来纳州 亚里桑那州和内华达州 警察计划使用自行车作为路障 以防止抗议者进入市中心的联合中心 那里将接待哈里斯和其他民主党要员 三场主要游行将在周日、周一和周二举行 重点关注加沙战争、女性权利和LGBTQ问题 Yahoo! US Michael Moore 对即将到来的特朗普与卡玛拉·哈里斯的辩论充满希望 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在面对哈里斯时可能会遇到困难 尤其是在电视直播中 摩尔认为 民主党将特朗普描绘成怪异的策略是成功的 他建议在辩论中用讽刺和幽默来揭示特朗普及其竞选伙伴J.D.万斯的荒谬言论 同时 摩尔敦促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关注选民关心的重要问题 如可负担住房和环境问题 特别是以色列与加沙的战争 他认为年轻选民反对战争 并且对拜登支持战争的立场感到不满 这将对选举产生重大影响 Sydney Morning Herald 在德黑兰的一个招待所发生爆炸 哈马斯政治领袖伊斯梅尔哈尼耶与其保镖身亡 伊朗声称是以色列导弹袭击 但中东官员透露 这是一枚两个月前埋下的炸弹 以色列没有确认其责任 但正在为可能的报复做准备 与此同时 野门的胡塞武装恢复了对红海船制的袭击 以色列则指责黎巴嫩的珍珠党发发 射火箭弹 导致12名儿童在足球场丧生 并进行了空袭报复 这种紧张局势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专家指出 中东的冲突往往具有连锁反应 任何一方的误判都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 当前的停火谈判提供了一线希望 但该地区复杂的内部机制使得预测结果变得困难 Guardian 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卡玛拉·哈里斯 将在关键的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活动 特朗普将在威尔克斯巴黎举行集会 而哈里斯则将在皮兹堡开始巴士巡回活动 最新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莱纳州领先特朗普 但在内华达州和乔治亚州略微落后 宾夕法尼亚州被认为是赢得总统选举的关键州 两位候选人都在争取白人非大学教育选民的支持 特朗普在2016年以微弱优势赢得宾州 而拜登在2020年也仅以1.2%的优势胜出 预计宾州的竞选活动将愈加激烈 双方都在该州投入了大量广告资金 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频繁造访 美联社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宣布 将在劳动节至选举日之间预留3.7亿美元用于广告宣传 哈里斯·沃尔兹竞选团队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 这次秋季广告公示将包括在战场州的1.7亿美元电视广告预留 广告将在9月3日开始的9周内播出 此外,还包括在Hulu、Roku和YouTube等平台上的超过2亿美元的数字广告预留 相较之下,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仅在宾夕法尼亚和乔治亚两个战场州预留了广告时间 民主党候选人的复竞选经理奎婷·福尔克斯和罗布·弗拉赫蒂表示 他们预留的电视广告包括在重大体育赛事和季首播等高收视率时段的广告 还包括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日渐广告 以便接触到支持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基·黑利 而非特朗普的保守派独立选民 Yahoo!美国报道 前洛杉矶每日新闻编辑罗恩·凯伊去世 享年83岁 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一消息 称凯伊在家中突然去世 阿尔弗雷德在脸书上分享了对父亲的个人纪念 描述了凯伊作为一个独立思想者 热情的父亲和祖父的形象 凯伊在每日新闻工作了23年 期间因其对洛杉矶市政厅的尖锐批评而闻名 尽管在2008年被解雇 但凯伊继续通过博客撰写政治评论 称自己为公民记者 凯伊的儿子还提到他的父亲对电子游戏的热爱 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还在玩乔牌和纽约时报的拼字游戏 凯伊的家人请求大家在他的名义上 向卡玛拉·哈里斯·蒂姆·沃尔兹竞选团队捐款 以纪念他对反对专制领导人的热情 雅虎美国报道 根据最新的纽约时报 西耶纳学院民调 卡玛拉·哈里斯在关键的阳光地带战场州取得了重大进展 并在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领先特朗普 哈里斯在亚利桑那州以45%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5个百分点 在北卡罗来纳州以49%对47%的支持率领先2个百分点 然而在内华达州 特朗普以48%对47%的微弱优势领先哈里斯 而在乔治亚州特朗普则以50%对46%的支持率领先4个百分点 民调显示哈里斯在年轻人黑人和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较高 特别是在北卡罗来纳州 他在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86% 哈里斯的胜利将对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全国大会 和他的竞选演讲产生重大影响 并可能在9月 12的总统辩论和关键州的提前投票 开始前为他的竞选提供持续的动力 微报报道 民主党正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策略 将共和党弄得晕头转向 插画家克里斯·李德尔 用生动的漫画描绘了特朗普与埃隆·马斯克的奇怪对话 这让卡马拉·哈里斯所在的民主党信心倍增 漫画中 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对话显得荒谬而滑稽 反映了共和党在应对民主党攻势时的困境 哈里斯的团队借此机会 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选民心中的形象 并利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 持续扩大影响力 雅虎美国报道称 根据最新的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的民调 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亚利桑那 北卡罗莱纳 内华达和乔治亚四个关键的阳光地带州 正逐渐获得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 民调显示 如果今天举行选举 哈里斯和特朗普在这四个州的支持率均为48% 哈里斯在这些州的女性 年轻选 民和独立选民中占据了明显优势 特别是在亚利桑那州 它的支持率达到了50% 这表明哈里斯的竞选策略正在奏效 它不仅激励了更多民主党选民 还在一些关键议题上 如脱胎问题上 获得了明显的优势 每日电讯报报道 一份长达Embert 71页的 关于特朗普竞选搭档J.D.万斯缺陷的档案 被泄露 给了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和Politico 但这些主要媒体出于对外国势力干预的担忧 选择不予刊登 这份档案详细列出了万斯的各种潜在弱点 但由于文件的来源不明 媒体担心发布这些内容 可能会助长外国势力的干预 特朗普竞选团队指责伊朗黑客 试图入侵其内部通信系统 并呼吁媒体不要发布这些材料 以免为美国的敌人做事 这次事件反映出新闻界 在处理敏感信息时的谨慎态度 以及对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 竞选邮件泄露事件的教训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以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有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